接著我們來看上所謂的直流電路 我們要先上的是電流 然後上電壓 最後上電阻 第一個是先講一些有關於整個電路的狀況 用導線把所謂的電源 把所謂的電器 用電的設備 把它弄成一圈一個迴路 就是有出去到有回來 這個迴路 這個叫做所謂的電路 電路上面一定會有一個提供電的叫電源 然後再來把它連接在寫的叫導線 還有各個讓我使用電流的 使用電能的電器 所以上面會有電源 會有導線 會有電器 然後這樣會構成一個電路 這電路一定是個迴路 就是有出去的 會有回來 會封閉繞成一圈的這樣叫做迴路 OK 然後呢 我們通常在討試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會畫一個電路圖 就是把我們的一些設備 用符號來表示 用符號來表示 偶爾會出現一些題目 就是它真的畫一個東西在上面 然後問你 通常你們看到這種東西 你就瘋掉了 就是你看到符號 會看得出來怎麼接的 然後畫了這個東西 你就看不出來怎麼接的 好 電路圖 那叫符號 就請你各位認了它的符號 這些電池長這樣 電池長這樣 交流電源很少出現 再來就是這個電流計 有一個福特計 有一個寫A 寫一個V 這個寫MA 叫做毫安培 叫毫安培計 也是量電流的 V 又是福特 又是兩個字 量電流跟量電壓這裡 後面會交 好 現在叫電阻 台灣的電阻這樣畫的 台灣的電阻這樣子畫的 下面是燈泡 而在我們平常考試裡面 燈泡就當作是一個電阻 當作是一個電阻 然後它會發樣而已 但是我們就把電阻來做 下面是開關 請認得這些符號 然後以後你就知道這東西到底是在講什麼 在跟你講什麼事情 畫什麼東西 或是什麼狀況 把符號認得 電池要認得 好安培計 福特計 安培計 電子 燈泡跟開關 然後我們的接的方式呢 這樣叫做有繞回來 走出去會繞回來 連成一圈的 這樣叫做通路 這樣就會有電在走 燈泡就會發亮 所以燈泡是會亮的 燈泡是會亮的 OK 考試題目之一就是問你 畫一張圖 問你哪個燈泡會亮 燈泡不會亮 有兩種不會亮的 第一個叫段路不會亮 還有一個我們還沒有教 叫做短路 有老師會先教 我沒有 我後面教你 短路 短路也不會亮 所以有兩種原因不會亮 一個叫做斷路 一個叫做短路 短路以後再教你 會亮的就是通路 所以第一件事情 看得出來這個燈泡到底會亮還是不會亮 要通路才會亮 如果是斷路或短路就不會亮 另外的就是有兩種連接方式 一個叫做串連 一個叫做閉連 串就是接成一串 但裡面叫糖葫蘆啊 一顆一顆接起來 接成一串 這樣叫做串連 所以你看上面電池接成一串 叫做電池串連 下面燈泡接成一串 叫做燈泡串連 原則上串連的意思就是 正跟負 正負 正負相接 這個是正 這個是負 這個是正 這個是負 這個是負 這個是正 這個是負 正負 正負相接 這樣的接法叫做所謂的串連 正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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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接起 叫做所謂的串連 正極接負極這樣接法 叫做串連 第二個方式叫做閉連 排排做吃果鍋的 看圖上面 左手邊叫做電池是閉連 右手邊叫做燈泡是閉連 大家排排做吃果鍋的 用比較有科學的講法叫做所有的正都擺一起 所有電池的正極通通接在一起 所有電池的負極通通接在一起 所有的正都接同一邊 所有的負都接同一邊 這樣的叫做閉連 這樣的叫做閉連 所以有兩種連接方式 一種叫做串連 一種叫做閉連 會有不同的效果 以後慢慢就會講到它 它會有怎樣不同 當然我會先講一個 以後會慢慢帶出來它有不同的效果 以後再說 所以了解 有兩種連接方式 一個叫串連 一個叫做閉連 一個叫做閉連